歡迎大家收看《要財財經台》 今天來到問答環節 如果想問我身邊的嘉賓Jason 快點打電話來 電話號碼是204-6566 地址是ask-bstrown.com Jason先跟進市況 內地方面越升越多 上證指數現在升了2.8% 最近2120點 護森300指數升了3.2% 最近2314點 升了71點 港股方面 強勢勢頭升了136點 22582點 而國企指數最新升了145點 11288點 而大股成交有252億 不如先談談中港兩地股市 非常之強勢 Jason有沒有想過 之前都強調 內地A股最差的時間 應該是今年 10月份 過了去 當時大家 如果看回經濟數據方面 其實都普遍是正在改善 但是為什麼 好像去到上個月的月底 市場仍然要跌穿2000點 最大的原因 就是因為市場當時的焦點 仍然放在一些 技術上的問題 包括中央方面的 金融改革 解禁股方面的數目 還有一些新股 排隊上市的融資壓力 這些等等的因素 都令市場升級 都升不起 但如果你說 看回經濟面方面 其實就絕對不是說差了 所以你看到 今早剛剛見到 匯豐公佈的PMI初值指數 是進一步升到 今年以來的高位的時候 開始就將市場的焦點 重新放在經濟體系 經濟復甦的道路上 再加上 接下來這個weekend 大家都傳 中央的經濟工作會議 就會正式召開 當大家都憧憬 接下來政策 進一步支持經濟回穩的話 對內地A股來說 都一定會有正面的幫助 所以如果你看回今天的勢 你見到恒指不是升得特別多 都是百多點 但你見到 上證指數方面 都升了超過2% 換言之 會不會你說 這一層資金之前 炒完港股 炒完一些H股 現在就將一些錢 換馬 換到一些A股身上 所以如果你說 以一個追落後 換馬的概念來講 我相信 現時買回一些 A股相關的ETF 那個直撥率 就相對會比較高一點 沒錯 你看到幾隻股份 都升得越來越多 3188華夏 護心300指數 ETF 現在升上2.6% 做29.1% 直逼著早前高位 是29元 已經衝破了 223A50中國基金方面 現在都升上2.5% 做10.3% 好 不如先聽家庭股眾的電話 朱小姐 我買了104469.5元 我想問前景是怎樣 還有指示位是怎樣 69.5元買的 是嗎 是 67.3.5元 現價跌至1.3% Jason 怎樣看 恆安國際 恆安這類股份 即這類必需的消費品股 在今年的上半年的勢頭 就相當不錯 但是你看到 踏入在下半年打後 你看到那個走勢就相對是叫做弱一點 特別你看到最近這兩三個月 這個估計也都有 之前的高位 即八十多元這些價位 就說 sir 下跌下去 只剩下六十多元 那為什麼會這樣呢 最大原因 一來就是市場的氣氛 在改變 之前這一類型叫做防守性偏強的股份 都能夠是受惠得到 即市場一些不明朗因素 或者大家都比較憂慮的氣氛 令到資金就會拍下去 這類股份那裏就避險的 但是你看到近期市場的氣氛 都叫做回穩的話 變相就說 這一類的防守性高的板塊 都相對是會吃虧一些 另外一個原因 就因為看回它 之前的業績之所以 有個明顯的改善 都是因為原材料 木漿方面的價格 就跌得是比較厲害 但是大家現在都預期 就說這一類型的原材料 去到下一年 那個價格就有機會 會由谷底回升 變相 如果你說行安 本身做些紙巾 接下來的生產成本 有機會進一步提高的話 對它的業績來說 都會有壓力在 所以如果你說這一類型的股份 我自己就不是太建議 在這一段的市況去到持得太多 如果你說本身都持有了不少的時候 我都建議可以等它 接下來有機會彈一彈上去 即是69元 70元這些位置 就走近部分先了 即是與其將這些錢 擺到這些這麼具防守性的股份上面 就不如將這些錢 擺到一些比較進取 或者是一些周期性的股份身上 好嗎 朱小姐 好 那指示位呢 指示位下面 我覺得可以定在大概66元 穿這些位置都應該要走一走 好嗎 朱小姐 好 多謝你的電話 Jason 我想和你看看一些家電股 幾隻表現非常之強勢 先看看股份表現 創圍升降2% 做近是4.22 TCO當媒體升降1.59 做近是4.47 可以電器11.48 國美電器升8% 做近是9毫升 海信科倫升0.7% 做近2.8 怎樣看呢 家電股 尤其是國美 和匯銀家電1280 其實現在都升半個百分點 做近3毫升 家電股強勢 是否大家都憧憬 其實現在經濟環境好 那些人都錢多些 可以換一下電器 一來 因為你見到 中央方面都一定會著墨 在擴大內需 特別是三四線城市方面的居民收入 都應該會想辦法去幫他們提供一些 二來 就是因為見到 近期很多一些家電生產商 都出一些比較新型號的產品 如果你說以電視來計 今年在內地買得最熱的 增長率最高的電視機 就不是一些傳統的2D LCD電視 反而變成3D那類的LED電視 另外也有些更加先進的 那類的雲端電視 這一類型的電視機 本身在內地 對上幾年就完全不流行 但是踏入到今年 整體的增長勢頭 就相當強 那本身這一類的產品 在價格上 都比起傳統那類2D電視 就為之貴 一部講的那些 智能的雲端電視 在內地都賣是四千多元 五千元 都比起傳統那類的2D電視 可能是三千多元 這一類型的電視 在價格上 在毛利方面 都有一個優勢 至於你說 為何今天 國美升得特別多 最大原因 可能大家都已經 重新 就炒作了 一個股值落後的因素 因為你看看 國美 對比起其他 家電股來計 P.E.目前為止 都只得6.8倍 到今年 全年來講 可能都面臨一個 輕微的虧損 但是大家都預期到 去到下一年 特別當它那個 網上的購物 網上商貿方面 那個業務 開始起動的時候 按照這隻股份 都不應該說 真的跌得太多 但是都要留意 因為本身現在在內地 作為一個家電下游 這類分銷企業的話 本身面對的競爭 都相對是比較多 除了你說本身 他們門市都已經是相當之多之外 在那個網絡上面 那個產品的競爭 也是非常之大的 甚至乎之前那幾個月都說 他們真的要有一個比較大型的劈價 或者要用一個比較多一點的優惠 才能夠是 所以這些問題 我相信都不是那麼容易 在短時間之內解決得到 好 花旗方面 今天也是第一次 被國美買入評級 我看成過意 如果你看4.93 國美的股價 就算今天升了8%上來 其實都是1元以下的 如果你看到一百天線 也都是由很高的水位 一直這樣跌下來 你覺得股價的表現可以怎樣看呢 有沒有機會上去年頭 起碼兩元邊的水平呢 暫時看 就不要看到那些價位 因為你看看本身 國美今年裡面 特別在上半年 業績都相對比較疲弱 即使到下一年 有機會改善也好 但實際上 股價能不能夠一去 就去到今年年初那些高位呢 相信機會比較微小小的 如果你說純粹打算追落後的話 初步看那個目標價 都只能夠看大概 過二至過三這些水平 其實如果你說 以這些目標價來看 對比現價 其實都已經有 大概兩成幾 至三成的升幅 其實對於這類 業績比較差的股份來說 都算是有個不錯的反彈 好啊 謝謝Jason 剛剛說其實都是說下游的 如果那些上游 例如CDL 當媒體那些 會不會好些呢 那類相對好些 因為你看到他們出的業績 無論是TCL 又或者是創委 其實在今年整體 電視機的銷量都相當之不錯 剛剛說過的 因為他們今年都推出了很多 新型號的產品 這類產品 亦都相當之受歡迎 即使有些本身在09年 家電下鄉的時候 買了一些電視也好 去到今年 當他們見到一些新的產品 是這麼吸引的 功能是這麼多的時候 都令到他們換機的意欲 都有所增加 所以如果你說真的要買家電股 我都是偏向選擇一些 上游以生產為主的企業 好啊 謝謝Jason 那又聽一下家庭觀眾的電話 鄧小姐 是的 你好 我是耀才客戶 你好 我想問一問 我是3.34和3.43 買了兩萬股中國銀行 請幫我看一下 上網多少和止蝕位 你是打算開多久的 我打算開一兩個月 或者 都是短線的 屬於 是的 短線 問問Jason 都是現價水平買的 短期目標是多少呢 短期來說 這類內銀股 我相信還是有機會可以做好些 因為你看回這一輪A股抽上來 這一類股值比較低的內銀股 都應該是有機會繼續追回落後 當然 你說中國銀行對比建行 或者對比公行 其他的大型國有銀行來計 他的走勢就不算落後 因為你看到 建行公行都還未能夠突破今年以來的高位 但是中行方面 其實都已經是兩個禮拜之前 已經是破了52週的新高 變相 如果你說真的持有中行的話 初步看的目標 不要說真的太高了 我現在一定都只訂回大概3.5.5至3.6 就可以走一走 到時候 你想著真的都再看好內銀股的話 都不妨可以把資金 部署回去一些相對落後 或者股值是更低的股份上 例如什麼呢 例如我會選一隻公行 因為基本上你看到公行的股價 雖然你說近期都叫做跑回上來 但是距離今年年初的高位 即是5.76 仍然還有距離 所以如果你說要買 我會選一隻1398 好嗎 韋燈小姐 5號幾酒 麻煩 好 3個幾酒 中國人 剛才說過 大概3.5.5至3.6 好 多謝 多謝電話 Jason我順便看看 就是內銀股 現在整體股價表現如何 建行方面升5千 做6.2.8 工商銀行升3千 做5.5 中國銀行升3千 做3.4.5 農銀行升6千 做3.7.7 交通銀行升7千 5.8.2 招商銀行升2.2 做16.54 而中數銀行方面 升5千 做4.43 另外 看文生銀行 升1.9% 8.62 升1.6 而重銀行升7千 做3.84 如果看完 50大成交金額 其實只有1隻 是過了10億 就是A50中國基金 始終內地勢頭非常強勁 胡深300指數 仍然升3% 做2,309 而上證指數 最新仍然升2.6% 做2,115 而深淨城市 升2.57 做8,379 好 謝謝Jason 節目時間差不多 我們休息一會 稍後回來 繼續問答環節 有約想問我們嘉賓 繼續打電話來 電話號碼 204-6566 地址是ask-bstrong.com 麻煩Jason也要申報一下 剛剛提到的股份 你有沒有持有 沒有持有 看港股 期指方面 最新升154點 最近22608點 而高水近是49點 成交量已經接近3萬張 而港股方面 恆新指數最新升110點 最近22556點 一會兒 待會回來那節再見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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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歡迎 感谢观看